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是有上有落的 但是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起落的 人生是万变的 但是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神乐与这些希望 能爱替你做之道 神乐与带路上与同行 草与同路人 大家好 欢迎收听 欣语同路人这个特备节目 点滴欣语情的电话筹款 第二集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曹展怡 阿Jean 今天我就是一位新的拍档 其实他就不是新的了 他已经在欣语之星里工作了很多年的 罗健申 阿Jean 你好 大家好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介绍一下欣语之星的事工 亦都趁这个机会和大家来回顾一些嘉宾 他们生命故事的精华片段 希望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祝福 和生命的盼望 当然亦都需要你支持我们的事工 是的 上个星期 我跟Jillian 黎秀英合作 这次我跟罗健申合作 有一个新的配搭 希望可以拆出新的火花 给大家新的感觉 我想问一下你 其实你在欣语做了这么久 你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来看看 我在欣语之星电台报 工作已经超过有十年 在这十年里面 虽然没有正式的统计过 但我相信我都听了有 几百个嘉宾的生命见证故事 而这些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 都是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奇妙的作为 在人的生命里面 而当人邀请神做他人生导演的时候 这个故事往往就会出人意表 有时会看到一些 那么和的生命都可以被扭转过来 你看为无路的 无路可走的一些局面 又可以被神完全扭转过来 这些全部都是神做导演的故事 我只是做一个传递的角色 是将这些精彩生命的见证 是带到给大家 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在这个工作上来参与的 听你这么说 神是一个导演 想起很多时候 我们大家的聊天 分享的当中 都会觉得人生是一个舞台 其实这个舞台 在全世界都发生着 欣语之星是去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来去将这些不同的人生的片段 他们的精彩之处 是缩络了 带到回来 在我们的螢光幕上面 在我们的收音机上面 我们都是听得到的 说起我去到世界各地 我知道最近 我们的电视部 去了巴黎拍摄 是不如我们就请有份 跟大队出发的周浩辉 我们欣语之星的副总干事 说一下他们今次 在法国巴黎拍摄的一些感受 甚至他们接触嘉宾里面 都被嘉宾的见证激励了 刚才Andrew说了 最近去完巴黎回来 我们拍摄 好几个生命见证 这个电视生命见证 去到远方来访问 我们都往往很辛苦 但是辛苦不要紧 我们是将世界各地的生命见证 拍摄好 然后又传播回到全世界各地 去帮助一些未信的人 我们都觉得辛苦是很值得的 首先说一个 我去到访问一个 以前一个黑社会大姐大 现在变成一个什么人 是变成一个传道人 很积极来到 在巴黎华人社会里面 来到去向那些低下阶层传道 他在社区里面 帮助有很多不同需要的人 这位黑社会大姐大 他也都去过荷兰 也都去到英国 开赌档 他也都带过水货 甚至他叱咤封闻到 在荷兰一些茶楼酒家吃饭的时候 伙计不小心 自由录下他的脚 没有出声的情况 但是他的小马都已经打到伙计 几乎了 你可以见到这位大姐大姐 多么叱咤丰雲 但是今天他成为一个很谦卑的传道人 他怎样认识耶稣基督呢 真是在一个人生的转折位里面 他自己想也想不到 当他还在香港 这个大姐大众在香港的时候 他的女儿在法国巴黎 是被电电死了 于是处理身后事 才发觉原来他的女儿 已经是基督徒 他都不知道 他除了有些少许反省之外 他当时未信主 不过他是第一次 因此接触了基督教的安息礼拜 而后来很奇妙的 就是他去不法勾当 带水货的过程里面 被拘捕了 被拘留了十八个月 而在狱中里面 接触到圣经 而他自己得到生命的反省 很奇妙的 已经是一个生命的转变 到后来出狱之后 有很多教会的朋友帮他手 他逐渐地走上这个很大的那边的路 今次跟他接触 有很多人见到他 亦都是拍摄他在街头传福音的情况 是令人很感动 我们知道在巴黎华人社区里面 在近年 是有很多所谓暂街女郎 而这位大姐大 他特别是关心这些暂街女郎 他和他们做朋友 大家知道暂街女郎是什么事 很多人都看不起 不愿意跟他们聊天 但是这位大姐大 今天全道人 他谦卑地来服侍一些卑贱的人 或者我们觉得 是很不知怎样和他相处的人 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就是这么奇妙 另外一个人物 我们就很快又讲讲第二个 在巴黎华人里面 原来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信徒 其中一个 他是在当地商界做生意 他虽然生意不大 但是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很难得 这位本身都自小信主 但是信得很平淡的一位信徒 他来到巴黎之后 是有很多生命的反省 他在他的商业的业务上面 他很强调去推动商业道德 在主流社会和华人社会里面 要推行这件事是很难的 甚至我亲自看到 接触过他公司的员工 有些员工是因为他信主的 他的员工是受到这位老板的影响 是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 来到面对商业上面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而这位商人本身 是现在大力推动商界的道德 要成为逐势清流 见证信仰的核心价值 还有一位 就是 亦都是类似的 就是一个电子商务专家 他是一个很自大的人 他是一个 永远都不相信其他人的人 但是他在巴黎的经历 是曾经落泊而乡 曾经被人骗过 曾经是究竟回中国好 还是继续留在巴黎好 两地彷徨 但是 神又用这些经历来修剪他的生命 令到他今天 亦都是读完神学 成为一个谦卑侍奉 去传福音的传道人 而其中一个 我们从他一个朋友身上 知道他一个很大的转面的例子 他以前 在人面前对太太都是很好的 但是原来他是一个大男人 有他的朋友指出 他的太太是差异的 但是他的改变可以是 今时今日 他会是每天早上 他太太出门的时候 都拦着一条路 不让他太太出门 为什么呢? 要为他太太祈祷 要祝福他今天的工作 很难得一个大男人 能够谦卑地来 去关心他的太太 那天的工作的辛努 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巴黎接触了一些 当地自小长大的 年轻的华人的信徒 我们都觉得 这些自小长大的人 他怎样能够在华人社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成为一些有影响力的人 但是神给他的力量 他是很有负担 对于在教会里面 成长的新一代 要接触他们 于是他 本来他不懂广东话 但是他近年 很努力地去学广东话 而且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都是用广东话 虽然在表达能力上面 都是有少少限制 但是见到他的努力 都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生命的改变 是神赐给他的力量 而最后要讲一位 就是一位少女的信徒 这个少女信徒 他的经历 其实都很凄惨 因为他自小 他妈妈就离开了他 首先来法国 留下他自己本身 一个人跟着爷爷妈妈 在中国大陆里面 于是母女的关系很疏离 当后来这位妈妈 都接回这位小朋友 来到法国的时候 很自然 他们的家庭关系 很有问题 很多的冲突 而他自己的 由于被离弃的经历 受了很大的伤害 他的个性 有很多歪癖的地方 他自己都承认 他甚至 很多时候 去伤害自己 为了向妈妈报复 这种人制 家庭的决裂 竟然是可以得到修补 而他妈妈都信了主 而他妈妈去到法国之后 因为也有生命的转变 也组织了一个新家庭 而这个新家庭 一个法国人的父亲 这位少女很难跟他相处 但又看到他们很奇妙的改变 今时今日 这家人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在巴黎见到的生命故事 我们去到巴黎 觉得很浪漫的地方 很美丽的地方 但里面 原来更加清楚 有这么奇妙的生命故事 我们知道 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辛努 是很值得 你看得出神的福音 他的恩典是普及万民 不过 说到这里 如果觉得有些可惜 原来法国大概有 几十万的华人 据当地牧师指出 只有不够五千人是信了主 我们知道 我们更需要努力 在福音上更加努力 来说给人听 耶稣基督的大难 原来法国这个社会 就算主流社会 是基督徒的人数 只有百分之二 福音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说起来 我们今次去拍摄巴黎的 新闻见证 一些幕后的过程的照片 在我们最新推出的 Facebook的专业 即Fan Page 都有一两期的照片在 我相信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上去看看 更加加深我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生命相遇的经历 这方面的印象 这个Facebook是我们 刚刚新切 在十月开始新切出来 希望大家 会上来 给个like我们 当然我们也呼吁大家 在一个金钱的经费上面 继续支持我们 以及继续向他们代讨 支持恩语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北美免费长途热线 1-800-352-0053 或者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3w.sobem.org 凡奉献50元或以上 会得到2014年恩语之声的代讨挂力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非常感谢周浩辉的分享 我觉得很精彩 我就是期待着巴黎这些生命的故事 快出街的时候 就可以快点看到了 其实电视的制作 是有很多工序的 有前期他们去拍摄 要预备访问嘉宾所有的问题 中期回到来 他们又要看片 又要剪接 后期又要配音 加字幕 其实我现在想介绍四位 我们在电视部的同事 他们都是负责不同的工作 听下他们在他们的崗位上 他们的心声 他们所做的事是些什么 分别就是 马佩泉 王佩恩 趙永佳 和徐安爺 在加拿大和其他海外的地区都一样 讲国语的华人是越来越多的 如果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 我们就要配合他们 用他们常用的语言 所以我们每一集的电视节目 都是配有国语的对白 再加中文字幕 而我们做这些中文字幕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一个好处 我们可以将这些字幕 再加上它的timecode 搬上去YouTube 而YouTube它有个功能 就可以转为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甚至乎翻译其他的语言 所以就方便我们的观众 能够很容易明白 我们所拍的电视见证故事 希望将福音可以很有效率地传出去 而且又不会受到地方和语言的隔阂所影响 Editor的工作 其实就是透过用不同的画面 将观众带入到他的故事里面 帮助他们去想像 以及去体会当时的环境 以及嘉宾的心情 令到他们对整个故事 更加感同身受 而展示每一集的节目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就算是两个不同的人 他们遇到同一样的病 但他们对当中的制愈 以及他们的心情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时候 有些时刻 我自己都会感动得哭了出来 所以我更加希望 可以将每个故事 去独特的一面 都能够呈现出来 令到这份感动 可以传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面 每一次去拍摄嘉宾访问 第一件事 我们就会尽量找一个 配合到嘉宾经历的位置 做背景 有时嘉宾都会觉得 我这个位置没什么特别 但当我节目出街之后 有时都会听到 那些嘉宾的feedback回来 说原来的效果都挺好 我自己听到之后 都会觉得都挺受鼓励的 前期制作 包括收集那些见证的材料 收集拍摄的地方 帮助风土人情 安排行程 交通 我便很喜欢 将我们的设计 排得很满 都会给予很大的成就感 因为我常觉得 去一次拍摄 不容易 没有去欧洲 欧洲 这么远的地方 就算是加拿大 其他不同的城市 也好 都其实不简单 所以 尽量 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拍多些画面 回来 嘉宾 外景 静的 冷的 外面 总之全面越多 越好 听完我们这班同事里面 他们介绍的工作 其实我们都知道 电视的制作是比较繁复的 但我们都很开心 他们都是马不停蹄 仍然都很竭力的 去做好他们的工作 恩遇的工作 其实真的很需要大家 无论在祷告里面 或者在金钱上面 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个囚款的节目当中 你是捐欠50元或者以上的呢? 我们都有一份礼物给你 就是 岁月天地恩心 2014年的代土挂力 嗯 这个都是小小的心意 很盼望得到你的支持 无论你摆上的是多少 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小小的付出 亦都可以成就很大的工作 支持恩雨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北美免费长途热线 1800-352-0053 或者上网到恩雨之声的网页 3w.sobem.org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也想跟大家回顾一些 在近期我们出过街的 一些嘉宾他们精华的 分享的片段 其中一个嘉宾呢 我相信大家在电视上面 或者在相机上面 都听过他的故事 就是三子钢琴家 王爱因 罗健身 那我就知道 在那时候六月的期间 王爱因和他妈妈 都在多伦多不同的教会 他们都有些报道的聚会 你是亲亲接触过他们 是啊 在几场的聚会里面 我也有参与帮手的 而王爱因 而我印象很深刻的呢 就是当我和王爱因握手的时候呢 很感受到他那三只不健全的手指 嗯 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他走过的路 真的很多的辛酸 但我又很开心哦 因为他完全不介绍用他 只有三只手指的手 和我握手 嗯 我感觉到他不再被 他身体上的不完全限制了 就好像圣经所说呢 软弱的可以变为刚强 因为神在他的背后 Gina 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 他挣扎时候的一些片段呢 哇 原来 人呢 就是当你真的缺乏那些 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在那个缺乏点的里面 就发挥那个潜能出来 由我小时候 会问为什么我会有衣装手 那就是很明显是 就是去拒绝 不想他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到我怎样可以跟衣装手去共存 到今天我拥抱他呢 这个过程是又 我觉得是一生的 那我那次我很记得在这个 就是那个 Immigration那里 他叫我展示十只手指 我说我展示了 他说不是 你伸直你的手指 都挺凶的 如是你知道那些人 那我说 这个就是我的手指 他很惊讶 因为我要伸给他看 他很惊讶 然后他很尴尬 他说 I'm so sorry 这样 然后就看我的学生的Visa 他说 你在UCLA读书 你读什么 我说我读音乐 那你玩什么乐器 我说我玩Piano 钢琴 然后他呢 是很激动 他在流眼泪 哦 他跟着就 拔了我进房间 说话 他很想问回我的经历 哦 聊了几个字 哇 最后 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说是神帮了很多 他很感动 他在哭 我觉得原来 原来是 很大部分时间 是我自己 接受不了我自己 在人生这么多阶段里面 很困难 是在我美国的七年的时间 是完全被拆位 跟着重新建筑 其实最难不是读过博士后位 绝对不是 是处理自己 王岩英的故事 就不是停留在他个人的挣扎里面 大家都知道他挣扎之后他的成功 但是原来还有一个故事 在他仍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他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风暴 这个风暴就是他爸爸因为有第三者 而离开他们的家庭 我记得当个访问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那个录音都要停了好几次 他们的情绪都不容易控制 因为这件事对他们这个家庭 实在是太大的震撼了 其实人和人的关系当中 有很多的破裂 磨擦 引致有很多的裂在心里存在 你刚才说到王岩英的家庭风暴 我都知道是因为这个家庭风暴 他对他爸爸有很多的不原谅的地方 但是经过了很多的耐心的挣扎 亦都是借着信仰来帮他 将这些裂慢慢来解开的时候 最终他都能够跟他爸爸来复王 其实我看Conny接受他爸爸那种勇气 即所摆上那种勇气 都不少得过他自己奋斗而成功那种勇气 而Conny这样做 就带出了一个信仰很核心的价值 就是说到瑶树 当他能够放下他的包袱去宽树的时候 他就看到一天都光亮了 就不停在电话里面跟我妈妈说 就说要信主 要信主 没有东西可以依靠得到 连你 即这么多年你这么信任的男人 他都会背叛你的 那我说这个世界 但是没有东西是永恒的了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靠了 靠神 我不知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情绪就很低落 有天不停哭 但是我日后要上班 晚上我睡不到 其实我很辛苦 又要面对同事 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家的情形 就是神友很奇妙的 可能就是因为小小小的带领我 后来我家里发生这件事 那我女儿一叫我回教会 我就回 当时就每一天都自己又安慰自己 又站着肚子 每一晚自己都站着 就比较放开 要很长时间才平复回多少 她的妹妹都很担心 很担心就是 家里能否搞得好呢 我一个人能否搞得好呢 后来也很感恩 她就找到一份教师 可以维持到家里 一路路一路路 自己对神 信多些信多些 原来神在我家里的恩典这么大 我们三母女相依为名 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 潜入街景了 因为我又回来香港工作 说我爸爸中了风 第一个反应有什么大不了 第二他就说你要来看他 差不多不行了 直至到我去到医院 看到我爸爸插嘴 那时候我就 是整个人崩溃 不停哭 因为原因是 那一刻里很震撼 你看到这个人 你好像很熟悉 但其实很陌生 因为十多年 不知道他发生过什么事 想很多的画面 已经再不是他 怎样对我对不起 而是那一刻去想 我那几年 讲这么多报道会 有人带领人信主 但原来最亲的人 如果他就这样 过身 我会觉得很遗憾 还有觉得很对不起他 心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 我相信是圣灵那刻里面跟我说 就是说 在十字架里面 是灭了一切的冤手 是你要跟你爸爸去复和 这个讯息很震撼 而话不说 我就是说 我跟我爸爸说 爸爸 我不再生你了 OK的 没什么的 你相信耶稣 那接着 忽然之间 他说 是呀 www.sobem.org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听过黄外因和他妈妈分享之后 可能有听众就会觉得 哎呀我没有看到电视的分享 哎呀我没有听到电台的分享 不要紧 其实很多我们在电视或电台出街的节目 我们都有光碟是录制了的 可以来恩宇先生来到去问我们 杀取这些光碟的 又或者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又可以听到 其实呢 讲起我们光碟的制作 那我们除了是供我们多伦多的听众朋友 来到去杀取之外呢 我们都会是给很多的教会 又或者一些的人 他们去到海外的地方 他们去探亲 或者去探这些教会 他带着我们的光碟 那么他们呢都可以将这些不同地方 所搜集回来的一些见证 他们人生的故事 去带到给远方的朋友 两位的朋友 最近来过我们的office那里 来到去杀取这些光碟的时候 我们是问过他们的心声的 我将这些兴奋的情绪 亦都是要介绍给你们去听 他们呢就是分别 Alice和Sylvia的分享 我是Alice Chan 我是经常有看《恩与之星》的节目 我觉得她的节目是非常感人的 很感动人心的 那我觉得呢 是很值得支持《恩与之星》 那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有能力的话 应该是自己没有能力去宣教 但是我们有能力去支持 可以用金钱或者用祷告去支持《恩与之星》 我名字叫Sylvia Chan 在中文里叫陈小华 我十三年前从中国来到加拿大 然后的话就是五年前信的祖 然后我一个朋友叫Stella 三年前后来Stella带我来英语之声 我拿了一些碟回去 后来我寄回大陆去给我的家人 我妈妈我姐姐还我哥哥 他们看了以后 不久就信祖了 后来现在他们已经送了 每星期都去Church 我觉得这很好 而且现在的话 我想我很多的朋友同学 都想要他们把他们带到祖里去 所以今天我又来到英语之声这里 来要一些碟 我觉得想慢慢慢慢地培养 我的同学朋友亲戚 让他们慢慢都能认识祖 都能得到祖的恩典 要的话因为我自己信了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要想要所有人的信 因为真是太有平安了 真是很想按住所以去做 神在适当时候在路上降下恩雨 亦都是由我曹展怡 阿Jean 做一次很多谢大家的支持 支持我们的事工 其实真的收到你的电话 真的很开心 不单只是知道 亦都是知道你在背后 一直支持恩允与之声的事工 因为你们的认同其实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我们的事工 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上一个星期 阿Jean 你和阿Jean 都曾经说过 温哥华的分部 已经开始了嘉宾访问的事工 是吗? 没错了 其实我们在这里 亦都是顺便想跟大家 详细一点去介绍一下 温哥华 Grace 他今年事工的发展的情况 是 那许师母我很开心 其实今年和他开始合作的时候 我看到许师母 是真的带着一个很大的热成 在这个事工里面参与 我就很觉得恩允与之声的事工 无论做的人、听的人 都是蒙福的 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做的人里面得到喜乐 其实在温哥华 也有没有一些 有些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都信主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你真是问得好了 我们就来到去听一听 温哥华的许师母 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这个事工里面 他最开心的感受 还有他会介绍一位温哥华的朋友 Joyce 他因为收听和收看恩允与之声的节目 而信了耶稣教 大家好 我是恩允与之声 温哥华分处的Grace 去 那温哥华的录音室 从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 一共访问了9位嘉宾 令到恩允与同路人的节目 除了播出加拿大东岸的见证 也可以覆盖来到加拿大西岸的故事 而我作为主持 很多时都被嘉宾的故事 他们身边的见证所感动 很切实地感受到神的大能 是叫一切相信的人 可以经历祂 见证祂活生生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引导我们 安慰我们 扶持我们 鼓励我们 其实我很开心能够成为恩允与家庭的一份子 在温哥华的分处来服侍他 未来我会继续搜集更多的见证 访问更多的嘉宾 叫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激励恩允与同路人的听众 叫他们可以有勇气地面对变幻的人生 有机会去接受福音 认识这位大能的上帝 而今天很开心 在我身边 我就请来了一位 因为恩允与之声的电视和电台节目 而信耶稣 接受福音的Joyce Joyce 真是很开心 你很抽时间来到了 刚才你也要等我们一会儿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恩允与之声的节目 怎样影响你 而令你又信耶稣呢 我是在1998年8月22日移民到加拿大 是过着一些太空人的生活 而那时候我丈夫是在香港 我一个人要照顾两岁半的儿子 是感觉到很孤单 彷徨和恐惧 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有一天 刚刚我看电视 是播放《恩允与之声》 特别是说到有一个赌徒 他欠了人家很多钱 没有办法可以还 而且家庭破碎 淒离止散 临死那一刻 他转眼 仰望耶稣 就有声音跟他说 如果你死了 你的债务是要你家人去面对 你认为对他们公不公平呢? 即时他就取消了念头 就祈祷求神去帮助 改变 重新做人 面对问题 更加和家人的关系重新建立 和平相处 神真是爱 现在这个赌徒 已经成了牧师 所以我看到神的大能 改变人的命运 我深深感动 所以我觉得《恩允与之声》 很真实 没有虚构 和真人真事 真情流露 我也介绍过很多朋友去看 而我自己也透过《恩允与生命热线》 去尋求神 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打电话去《恩允与之声》 我去尋求神的时候 去介绍教会给我 亦给了很多的CD VCD我去看 所以我现在在宣导会 已经受证 我很乐意 将我自己生命的见证 和人分享 多谢你Joyce 因为我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像Joyce 看完电视节目 看到我们有生命关顾着线的电话 电话彈出来 于是你就打电话去 通常我们都会先跟你谈谈 refer你 或者介绍你去教会 而你又很听话 我认为这个见证 很感动到你 嗯 没错 神说你找我 你叩门 你一定会沉结 神就是这么末生生的神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现 是啊 很多谢你Grace 多谢 温哥华是一个港口 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 一个港口 实际上会有很多船 是泊在一起的 有这么多船 有这么多海员 来到这个温哥华港口的时候 其实恩雨之星 对于他们全福音工作上面 都是有参与到的 对于这个登塔海湾福音事工的详情 不如我现在就请林楚基传道出来和我们说一下 我们拿着恩雨之星的见证 我们在船上探访他们的时候又送给他们 我们晚上又开放两个海员中心 他们又可以来 好像这些见证 有时我们在船上又播放给他们看 有时我们来到海员中心 如果他是喜欢的 我们也播放给他们看 所以这些见证非常好 因为真人真事 很多时候他们看得很受感动 他们看完之后 我们又送给他们 他们就带走 带回家 或者回去和亲友一起欣赏 透过那些海员 他们带回去 就可以去到中国全国各地 都能够见到恩雨之星的见证 希望神继续来支持 大大使用恩雨之星的事工 也希望更多大英姊妹支持你们的事工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以下我又和大家来到重温一个温哥华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陈君岳 陈君岳就因为细菌感染 而要将他的手脚要撤去 但是Moses陈君岳他和我们分享 真是信仰给他一个很大的力量 能够给他面对将来 他后来装了二支 但是都要面对很多的困难 来承受将来的生活 但是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呢 在他的分享里面 很清楚的看到 神在他的盼望 那我们不如一起来 再听一听 陈君岳这个分享的精华 这个感写呢 变成很严重 然后我就去了 那个医院 那个时候 我的血压力是很低 他们怕我会死 那些细胞就死了 然后那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病的时候 我有一个Bacterial infection 这个Bacterial infection 这个Bacterial infection 是很严重的 我快要死 因为我的手和脚 是最低的血压力 是 那些血都没有流动 那时候呢 我就天天都祈祷 是 求神来救我的手脚 但是 过那几个星期呢 我见我的手 转 更黑色 那时候我是常常想想 解解解解 但是我没有 过一月 两月 我没有一个答案 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 来 跟我说 他 就帮我明白 我或者永远都不会 知道解解 但是 我觉得是可以 如果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也可以 他帮我 他说我相信我有value 是 他令你觉得自己有价值 是的 但是 因为一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 才会帮自己 刚刚听完陈君乐的分享之后 又令我想回 在之前 我们听过黄爱因的分享 其实他们两个的经历 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当中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黄爱因一出生的时候 他的手脚已经是 手指和脚都黏在 他是 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 从没有变成有 但是 陈君乐 他就刚刚相反 他本来是一个健全的身体 但是他就从一个健全的身体 变成残障 由有变成没有 但是我们在当中看到的信息就是 他们的人生都是有同一个神 主导了他们的人生 让他们的人生 看到福音的大能 完全认同 从有到没有 从没有到有 都是同一位导演 但是他们同样的可以在那个的景况当中 是找到人生的盼望 嗯 罗建新啊 我知道你最近看过一篇的文章 亦都是给我们去看到 我们这些的光碟 去到远方 他那个福音的工作 是怎样来到去发展的 嗯 我就跟大家来到分享一段 记载在一本的杂志里面的 作者呢 是张汉光 那故事是怎样的呢 那或者我大体上跟大家讲一下 那有一天呢 他就去到一个 哥伦比亚当地里面的一个商场 遇到当中呢 有一个赌场的经理 那这个赌场的经理 是一个东北人 他一开声就问他 做什么生意啊 在哪里来啊 于是他就自我介绍 我是在加拿大来 是做天国的生意 那么当时这位朋友呢 他完全不知道他说什么 又问一下他 嗯 你生意有多大啊 老板是谁啊 他说我来哥伦比亚呢 是全港耶稣基督的 希望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呢 来到去改变人的生命 来到建立和谐和家庭 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很多华人在海外居住 都很枯燥 而因为很多的生活枯燥呢 他们就对赌博是很有兴趣 来到去解门 引致到很多的家庭问题 可惜呢 这个朋友呢 就当然是不明白他说什么呢 用一个不肖的眼光来说 他说憑你可以吗 你有这样的改变的能力吗 于是呢 就张汉光呢 就引圣经来到回答他 他说憑我就不可以 他说但我们的上帝 是可以的 因为上帝有能力 于是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将恩与之星其中一个光碟 就送了给他 是说一个赌徒生命 被改变过来的见证 而且告诉他 如果他有问题 随时可以联络他 那你猜奇妙的事呢 就如何继续发生呢 阿珍 那他一定是拿了这个光碟之后 回家看了 是啊 没错了 看完之后有回应 是啊 给了光碟 十个小时之后呢 他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这个他派光碟给他的 这个赌场经理打电话来的 他就跟他说 张教士啊 他说你给我的那个碟 我已经看过了 我非常的感动 哇 果然是人做不到的呢 上帝可以做得到 这个见证里面说的是 一个烂倒成癖的人 因为他的烂倒 令到家人都感觉到绝望 不能救 但是耶稣却是改变了他 那他生命就不再一样 那因为这个见证呢 就令到这个赌场经理呢 醒觉过来 他觉得他自己做这个赌场的工作呢 是危害他人 令到他的良心都不好过 所以他决定辞职 他就告诉他 我辞职了 那后来呢 他跟进这位朋友的时候呢 就知道他从这个赌场经理 转做餐馆做外卖 后来再做了厨师 不单止这样 他还介绍了他 一起很喜欢赌钱的朋友 来到去认识耶稣 带领他们去人生的 更丰盛的一个阶段 你说是否真的 是奇不奇妙的作为呢 这个真是福音大能 因为看到不单止是 这位赌场经理 他自己的生命是有所改变 他亦都是同样的 是令到他身边的朋友 亦都是感染到他们 将福音明介绍给他们 让他们都是有这个改变 那其实真是给我们看回 在生命当中很多的 从有到没有 从没有到有 那譬如像这个赌场经理 他自己本来可能在赌场当中 他都有丰富的收入 他从金钱上面来看 他是有的 但是他情愿放弃 转行 转做餐馆 那可能在金钱上面 他是从有到没有 但是慢慢的 他是在基督里面 他是找回 他从不认识基督 到他现在的生命变得丰富 他可以带领到他身边的朋友 亦都去认识耶稣 他们的生命有改变 从没有亦都变回到有 原来当他们有了耶稣之后 其实就最丰富了 什么都有了 支持恩语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北美免费长途热线 1800-352-0053 或者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3w.sobem.org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听完这个哥伦比亚故事之后 又想将另外一个香港的故事 带给大家 是一位的观众林春梅 他看完恩语之声的节目之后 他都信了主 嗯 我们一起听下这个 在电视剪辑的一个片段 很多人会觉得 看电视不过是为了娱乐 又或者是消磨时间 但是对于春梅 恩语之声 就有另一种吸引之处 亦都和神忏悔 亦都在哭 和神说 我今次错了 我真是想改 全全行行 我看了成年 看成年 我真的 我都有结心 每一晚多晚多晚多晚 我都要等这个节目 星期六 是一个礼拜一次 星期六 我都要等他 看完我才睡 才睡 才好睡 不然呢 他就会深思思的感觉 这个节目没有看 他都会有一种吸引 就是 看到人家的感动 和感恩 是两个问题 加起身自己 值得起今天学习 自从春梅的丈夫去世之后 她一个人来到香港定居 生活上面对很多不如意的事 这个生活里面 很多事情 都会有烦恼的时候 做事又不适应 起到那里 不懂做就被人骂 又说你 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很接受不到那种感觉 有一次 她看完《恩雨之声》之后 做了一个行动 就令她更有力量去面对困难 那段时间是很不开心的 有一晚我又看了她 之后就打了个电话 就是看《恩雨之声》 看完之后 她就有个电话 我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王太太听了电话 跟王太太聊了一段时间 就好像心情好了很多 后来跟着 就心情开朗了 她两天跟着就去教会了 一直去教会 每个礼拜一都去 就是说要面对 就是看到她 人家面对得到 我都面对得到 就是为这样想 所以我就有信心 直接交托全家给了她 就是这样 我们听完香港的见证 或者我们又回到多伦多 我们听一听 我们在多伦多访访的一个嘉宾见证 她就是谭配恩和谭配青 爹地 首先要多谢你先 因为 不是因为你这个家庭都不会在 就是 我回省回 真的有 我们这个家庭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分钟 真的面临是一个breaking point 但是呢 每一次呢 你都是 一力地去承担 去撑起一个家 亦都是做这个 膠水去 粘回所有 很多很多 broken pieces 都粘回在一起 那 我们看到的 我们 我们好好感谢 你这种的爱 因为你完全 不去想自己的辛努 这样去 去爱我们 嗯 当年我想我真的 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 新妈妈的出现 但我想 现在真的 当你回想的时候 就真的明白 原来神就 真的一直带领着我们 是一家去 走过 真是死有不有局 那 我想 神要 把这个风浪 放在我们家 最重要是想 要我们 build up 我们一家 和更加令我们 anchor 在基督里面 那我想 真是 影响了我们 很大 很大 我都 真是深深被他 影响到 我觉得将来 我自己的家庭 我想我都是 要这样去维系 我要 我的子女去 认识神 我要 make sure 我的子女 是用 基督的爱 去成长 我想这个 是对我影响很深的 知道我自己的 价值 就不是建基于 我的学业 建基在任何事上 一来是建基在神上 但也是 他给了一个 这样的 encourage 我 我觉得他 建立了我 爸爸 整天都会和我们 虽然很肉麻 整天都会说 你是爸爸的angel 他会 他会说 这些话 我们都会 嘻嘻 他 他的切身之痛 他有多大压力 我想可想而知 未必 我们真的 未必可以想像得到 但他还要 用他的 声儒的精力 去忍耐 他忍耐我 發瘋 他忍耐我 不可理喻 听了这么多嘉宾 他们的精华片段 之后 我深信 你们都会可能 在心里 都会在想 这些这么精彩的 节目出了街之后 如果 我对信仰 有些什么疑问 又或者我想知道多些 我想追求多些 我打来的热线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不会有人 可以解答我的问题呢 我想有一些我心中的结 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 我想和人分享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回应我呢 在这个时候 我真的要介绍一班 幕后精英 给大家认识 他们就是 在我们的关顾部 来帮忙的 他们就是 我们的电话生命关顾员 在我们的节目出街的时候 他们都是留手在电话旁边 在这个热线的电话 打进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接听你的电话 那不如首先呢 我就请我们的 营运部经理 郭黎瑞森出来 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那跟着呢 亦都会有一班的关顾员 他们去听这个 生命热线的时候 他们一些的心声 都想和大家分享的 分别呢 就是有 Janet Eric Sophia 和Joseph 音乐之声的电视电台节目 是用来传呼音 但是呢 就比较单向一点的 因为不可以即时知道 受众的反应 所以呢 音乐的电话关顾 就成为一个很好的配搭了 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 双向的渠道 直接了解到受众对节目的回应 还有呢 我们也都可以即时 做到那个传呼音 甚至呢 就是带他们顺着 那当然呢 人生的经历 当然是有高有低 关顾员也是一样 那如果你问我 怎样可以在这个 关顾服务里面呢 能够是继续持守 那个的热承 或者我们所说的passion 那我相信呢 困难不但得过神 所赐给我们的喜乐 那当我带到人顺着 或者是透过聆听 给他们安慰 和鼓励的时候呢 那这些的喜乐 实在是好得无比乐 我是今年新加入的关顾员 那在去年的时候呢 就要上课接受训练的 那今年呢 就开始实习了 那记得第一次 on duty的时候呢 看着个电话 真是很紧张 因为呢 不知谁打电话来 又不知自己 可不可以帮到他 那所以唯有密密去祈祷 希望圣灵和自己一齐同工 去帮到那些人 那因为那些人打电话来呢 可能他都是看了我们的节目 他有一些信仰的问题 希望我们可以帮他解答 又或者他们经历一些困难 很想有人听去倾诉 都希望可以用到神的说话 去帮他们 真是找到那个出路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 做这个电话关顾呢 无论是一个人也好 整对人也好 我们每一次开始之前 我们都会祈祷的 祈祷其实是可以给到我们的力量 给到我们的智慧 好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服侍人 其实用电话都有很多好处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我们想说的东西 对方也可以将他的心事跟我们说 包括痛苦的东西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其实好像一个流通的管子 一方面我们就听对方说 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意见 其实最重要的都是将神的话语 告诉他们好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话语 改变他们的生活 我做了关顾缘迷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在电话关顾当中 有时有一些未信的人打电话来 他们都说出他们自己心里面有很多问题 我都会尝试叫他们去祈祷 因为祈祷可以让我们有平安 有一些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心里面真的有平静 愿意继续去尝求这个信仰 我听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因为可以见到神的大能 在这个电话关顾当中 我可以帮到人 其实自己得着是更大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 他很失望很失忆 他想自杀 但神都给我有机会在电话接触到的时候 鼓励他 让他明白到神爱他 神没有放弃他 最后我们都建议他去接受这个福音的戒毒 最后他真的能够重获新生 在这些不同的事件里面 在经历里面 给我都是 送付了我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关顾里面 都是看到神在里面 祂所做的一切 还有使我自己本身都得到很多的鼓励 还有很多的帮助 Gina 不如我们现在又回顾 另一个我们曾经访问嘉宾的故事 我们那些精彩的片段是源源不绝的 这位嘉宾他叫秀云 秀云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历很艰难 因为曾经经历过赤简的洗礼 当时的越战是逃离开柬埔寨 去到越南的难民营 辗转之间来到多伦多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心里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有幻听有幻觉有抑郁 但他如何走出这个人生的困局呢 我自己出生在柬埔寨 大家都听过 我在最青春年华的时间 经历了战火 这一场战火真的很血腥 70年代的时候 赤简大屠杀 在逃亡的时候 一批难民在路上跑的时候 是迎着一些枪弹的 前面很多他们的强盗 有些残兵 他们在互相开枪 我跑一下我旁边 那个人就跌下了 原来他已经中了枪 跌下的就跌下 跑着的就继续跑 所以在那一刻 实在已经麻木到一个地步 都不知道害怕了 我们曾经因为要躲藏 都是躲藏在死人堆里面 我们也被迫 曾经有很多次 要走过地雷阵 走着的时候 身边那十个八个人 就踩到地雷了 那就爆炸 来我们也不是很远 看见的 为什么突然那一刻 我自己竟然会在 一个黑暗 无望的里面 彷徨 终日都在那里 惧怕 又见很多幻角 很多幻听 连幻角所看到的 比如树木上面 那些树枝 竟然钓着一具具的尸体 那些残枝 不断下来 或者听到这些声音 就是当时那些伤残的人 向我的呼叫 我有一段时间 活在幻角幻听里面 自信心 安全感 就逐渐逐渐在那里 好像一个人在大海里 慢慢摸到 靠近岸 这样就爬爬爬爬 爬上来 什么时候好我 我都没有办法清楚 知道那个日子 所以我完全是没有接受过医疗 那方面的帮助 因为这是我亲身的经历 尤其是我的特殊情况 就是我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医药 医疗 医生 那些方面的提供 当然他们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 他们都是不一定很明白当中的情况 那我就实在是给他们知道 这件事跟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现在比如医学医疗医药各方面的帮助 可以只是控制病情 但是病根 病源始终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东西 神是医治我生命里头的东西 从神那个眼光 从神的智慧 让我看到外在世界 外在环境 冲击也好 什么都好 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那我里头出来的那种真理 那种坚定的意志 就能够抵挡外在这些变幻 事情都这么顺利 都这么容易的话 这个就不算是经历 这样的时候 人可以处理完一切的事 哪里还需要从天上来的力量呢? 好了 听过亚洲发生的故事之后 我又将大家带到去欧洲 我想介绍一下女中灵给大家 她是在欧洲 是如何借着《恩语之声》的媒体制作 可以帮助到在当地的华人 华人在欧洲 他们真的散步在各个地方 尤其他们如果不是住在大城市 他们住的地方 通常都没有华人的教会 没有基督徒可以给他们 彼此鼓励 彼此扶持 《恩语之声》 这些节目 真的好像在一个荒幕里面的金泉 他们借着他们很忠实地看这些节目 来到和上帝 有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 亦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和鼓励 我们在CUCM的办公室 经常都会收到有《恩与之声》的观众打来的电话 他们也会来跟我们沟通 可不可以找到《恩与之声》 想跟他们说一下 比如说上次看到那个节目 说到有人很早就说他想提早退休 想要多些服侍神 他说但我在这里是做餐馆的 我怎样提早退休呢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不过这些观众 他们真的很认真地去看这些节目 所以不是当一个娱乐 而是真的觉得 是给他们有一个生命里面的帮助 也都有一些观众 他们也通过这些节目 就了解到《恩与之声》这个时工 是世界性的 真的很值得他们也来支持 也都会来问我们 怎样可以支持这个时工 是否有地方他们可以捐钱 甚至是怎样可以介绍这些节目 给更加多的朋友 他们的亲人去看 所以我们都因为这些电话 我们自己也都觉得很受感动 好我们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 我很开心不是因为节目来到尾声 是因为我看到这么多人支持我们的工作 也都看得到我们工作的意义 在这里完结的时候 我很多谢这么多位的打电话进来 支持我们时工的听众 我们也都很多谢我们的人生导演 我们的神 他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精彩生命被改变的故事 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想呼吁大家 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位的上帝 你生命已经是能够活得精彩的时候 我很盼望你能够将这个精彩 透过支持《恩与之声》 来到去帮助那些未认识上帝的人 你能够将这个生命的精彩 能够带给人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你今天未认识神的 我很盼望你能够得着 这个精彩生命的上帝 因为他就是你生命的导演 那我在这里也都是再次呼吁 大家是打电话上来的 我们的生命热线 无论你是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好 或者是你对信仰 有些什么的心声 想和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都可以打来 我很盼望 藉着这条的生命热线 我们真是可以将神的祝福 带给大家 那我盼望 我们要将 是将这个祝福 带到给更多的人 但是神透过我们所做的事 就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祝福的源头 就是上帝 没错 我们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流通的管子 将神的祝福 是流通 传到给大家 拜拜 愿神祝福你 支持恩语之声 请打电话 416-321-9288 或北美免费长途热线 1800-352-0053 或者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3w.sobem.org 现在就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戏剧 有喜怒爱乐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永远不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